高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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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前女友出去玩 然后碰到了一群流氓 为了保护我前男女朋友 我就跟他们打起来 最后就被他们打到颈队了吧 然后所以你现在的身体的 就是神经受损 神经受损 你刚才说那年是参加上高考以后 对 你那年高考考了 考了625分 625分 休学一年 后来又参加过高考 对 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校去 神经 所以你们两个是在上学的时候 对 我们俩主要是就是在一个学校认识的 你的父母 知道你现在和王宝全在一起吗 我父母知道 但是他们知道之后是坚决反对的 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吧 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的话 你就让他拿20万过来彩礼那种 彩礼 要20万的彩礼 对 没办法 就是找朋友 借了 然后托亲戚 借的凑齐了 交给他妈了 你凑齐了20万 对 怎么忍心要这样的钱呀 你和他妈妈拿着这钱干嘛呀 不是经过他俩结了婚还是他俩的吗 干嘛给这个男孩这么大压力啊 你有没有工作经历小红 卖过那个首饰 卖过首饰 还有呢 超市的也是导购 也是导购 就现在的职业是超市的导购 对差不多 正在做的 对 保全有没有职业经历 我有会计账嘛 然后我给三家企业做外勤会计 现在虽然工作不稳定 但是也有一些收入 有一些收入 因为你欠着20万的债 债 我要还债 要还这笔债 对于你来说 对于你们两个来说 这是非常大的压力 对 这就是这两个人 高小红和王宝辰 我们有一个 短片来了解一下 他们两个现在的生活状态 来 看一下 他在生活中还非常简简 他看到了好多想买的东西 但是舍不得买 每次只是看 当时我心里很难过 但是我也暗暗心 下决心 以后一定要扔 更多的钱 给我女朋友买 她想要的东西 您现在北京生活 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小红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北京安静下来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家 有个家 对 好 所以对于 王宝全和高小红来说 他们现在有这么几个坎 一 他们没有特别像样的工作经历 我这么说你们不会介意 对吧 不会 二 他们要求 两个人要在一个单位上班 对 对吗 小红 对 原因是 因为这样的话 我可以更方便地照顾我男朋友 然后我们俩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好 这是他们的第二个要求 第三个 就是要说一下你们具体的工作 小红 你想的那份工作是什么 因为我学的是工商企业管理嘛 然后我也比较文静 我想找一份像销售助理 或者是经理助理这样的工作 我想找一个会计 或者是营销策划之类的工作 现在你们听到了他们生活的基本状况 和他们对这个职业的基本诉求 来做出你们的选择 第一次大家表达意见态度的时间 你们决定通过 还是放弃请选择 决尘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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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想第一个的 我要来承担这个 承担这个 怎么讲呢 这个大家负面的眼光 我本来想第一个的 我承担了 因为我想做一个很诚实 对企业作为一个老总 他要对很多方要负责任 其实你们刚毕业 你们两个人本身自己单独找工作 都不容易 然后很多企业是比较忌讳 还不是结婚 就谈恋爱的一对 放在企业内部 所以我是真的很同意他们二位 你们再考虑一下 其实很多企业福利非常的好 可以分开 这样的话你们的机会会更大 是不是一定要两个人死绑在一起 可能是有大选择 你们未来的工作的难度 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给自己生活也增加了很多难度 各位 我不选择他们的灭丁的原因 其实啊 就是刚才没有说 我是担心呢 小红出于对她的爱人的关心 她并没有如实的把保全这边 实际的自理能力 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是担心这个 你也不是很了解我们的 这个员工服务部的这个服务水平 对 就是爱就是要宽容她 听听会谱的 我觉得第一点 小红不要把职场想成战场 你他身边的同事 会给他很多的关心和照顾 甚至我现在的朋友 都是我过去的同事 第二点 我今天不灭灯 绝对不是因为我温情 而是国家有关于 残疾人就业的相关保障规定 企业聘用一个残疾员工 可以每年为一个企业 省几万块钱的税金 你有竞争力 而且在一个企业里 你会得到关怀 我建议你们俩一定要考虑 刚才两位说的问题 分开 好 谢谢 谢谢惠普的建议 你们可以分开工作吗 听到了那么多的建议 小红 但是我还是希望在一起吧 因为我们在一起的话 我可以就是说 经常的可以看到她 然后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相处 你就是典型的我国传统当中 所传说的一根筋 不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麻烦吧 所以就还是想在一块做 好 那这样 郭老师您那提供不了俩人的吗 我正琢磨这事 你说她会计吧 还真是用不上 这女孩好办 搁的哪部门都行 不管是跟演出部一块去忙忙 做个哪个艺人的助理 或者剧场啊 什么华服都好办 这男孩是个事 其实你真是可以考虑一下 白天上班来 给他找一份 比如能在家里做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也无所谓的事 是吧 你跟我们这上班 他那部行我一年 我贴补他点生活费用就完了 也是一番真的 但是我觉得你的讨论已经超出了 郭老师 你的讨论真的已经超出了 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 对 我们今天不是在做慈善节目 各位 由于这对恋人的特殊要求 他们的求职之路也变得异常艰辛 在今天的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他们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吗 郭老师 您那提供不了俩人的吧 我正琢磨这事 你说他会计吧 还真是用不上 这女孩好慢 搁的哪部门都行 不管是跟演出部一块去忙忙忙 做个哪个艺人的助理 这男孩是个事 其实你真是可以考虑一下 你跟我们这上班 他那部行我一年 我贴补他点生活费用就完了 也是一番真的 但是我觉得你的讨论已经超出了 郭老师 你的讨论真的已经超出了 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 我们今天不是在做慈善节目 各位 如果真要是说做慈善节目 孙长廷先生有发言权 孙长廷先生的企业是帮助残疾人的 每年也为残疾人做大量的慈善 这不是慈善节目 所以说我贴补你点钱 您的好心 很多朋友我相信都有这个好心 孙老师 我特别想让大家读一个问题 我跟蒲方工作了四年 最后离开蒲方时候 他告诉我一句话 人不是不理解 而是不了解 人不是不言道 而是不知道 这句话你们俩记住了吗 我邀请你们到天哪 让他们两个去天津能干什么呢 我想培训他一段时间 培训他们俩 对 我想会解决他们的很多的梦想 因为我跟他们是一样的经历 好的 谢谢 我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我想问一下这宝条 你的会计水平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正级 终极支撑 对 主持人我有一个提议 你说 因为任何一个公司里边 我觉得都不会让两口子同时在这一个公司里去工作的 所以这有点难为我们这些人了 好 你的提议是什么 我有个提议是这样 因为我们确实也在招募一些帮我们做中小企业那些客户的财务服务这样 我觉得他们两个一个做销售一个做会计 来跟我们合作一下 他们俩开个夫妻店 又能在一起工作 又能互相照顾 可能前期的时候呢会 你们还会保持继续你自己的这个工作 但是跟我们合作一段时间呢 给你发过去的单子足够的能够稳定到支持你们俩生活的时候 你们就慢慢可以开始了 这是许晗所提出来的一些建议 这个我们企业可以满足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这个而且呢你们的人生规划 其实这一边好像这个节目好像到后面才能讲 其实人生规划我都给你们规划好了 怎么规划您说什么 这个小姑娘呢可以先做一下呢 做一下我们那个叫督导 培训督导 因为你以前做过导购 培训督导的工作呢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对店长 以及对店员进行什么呢 辅导培训的 我们公司还有一个规定 就假如你在督导啊 任职满一段时间以后 你很优秀 公司可以给你投资或者合资开店 你自己去当老板 因为我实话实说 假如一直按照你们所说的 那个职业梦想的话 大概买房子确实很难 这个小伙子呢 做策划 我可以呢 先给你试用三个月的时间 谈好一定的工资 首先看你有没有这块的一个什么天分 就是说你们假如愿意的话 在山东前培训三个月 我呢 就我可以把你分到北京来做督导 都可以 一路绿灯啊 一路绿灯 所以在职业培训 其实也许 他俩真的非常难需要 我现在也不让其他人亮灯不亮灯了 这三家明确提出来了这种合作意向 对吧 那你们二位 商量一下 你们来做个选择 这对恋人一起求知的梦想 三家企业都能帮他们实现 在他们做出选择前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这三家企业的情况 大家好 我们是长平假之公司 成立是在1991年 期间我们为了四千至五千名的患者 谈及朋友 装配上了假之 欢迎社会的一些有志之士呢 加盟我们的团队 加盟我们的团体 为社会上更多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奉献出自己微薄的一些力量 九年前 我创建了香港体会制衣有限公司 至今在全国已经有三百多家专卖店了 我的梦想是 让体会与优先美的成为女士用品的代名词 让体会与优先美的成为全世界女性最喜爱的品牌 三家 一家许怀哲先生解决网 一家周宇先生体会国际时尚有限公司 一家孙长廷先生 长廷甲池公司 现在二位走过去 把你们的选择肯定地以握手的方式来告知对方 或者三个都不好 你们可以选择离开另找机会 自己的部网站 自己的帮助 即阳 我看一下 那就融屈了 什么 你们厉害 谢谢 谢谢 保全 你为什么会选择周宇 因为我很喜欢策划 但是要去山东啊 山东是我老家 对于所有的 心理不方便的朋友来讲 连起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这件事情 对他们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你们找工作也是经历了蛮多的坎坷 小红呢又一根筋 一定要两个人在一起 今天你们的工作 好歹有个说法了 有没有什么话要对小红说 我想感谢 感谢老板 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我没有什么 私本可以向你承诺 但是 但是 我有一颗专程的心 我可以当着全国的观众 向你说 我爱你 我爱你 谢谢大家 祝你们好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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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样我感谢